今天应很多朋友们的要求 玩一局闪现辅助庄李白 够不够宠你们 既然这样 不妨更干脆一点 我们中路开 待 待 不是这 这个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 虽然我的李白带的是闪现 但打法呢 一向都是很安稳的 还有 他追了 还有 哎呦 还没完呢 再互动一下 完美 这个队伍团战势力 我们更要安稳一点 就是稳中求胜 你们知道吗 下路偶遇干脆 看见没 见面直接被吓出闪现 这就是王者之气 那个脱血包的还脱出气水了 我看是王八之气 哎呀不是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吧 这个干脆娘 他以为他走 其实完全是他想多了 一技能加闪现 直接拿下潇洒 离去 再使用二技能躲个塔伤 就只 没事了 一技能穿墙等他过来 两段拉开 我 哎呀好难受呀 来不给你们展示一下 很以为我是吃醋的 先带走干脚 然后再带一波线 把下路的兵线带过去 回来之后发现 中午发生了团战 然后刚好利用 刚刚刷新的野怪 接了一手剑气 然后捏着大招 冲上去 带走诸葛 踩回来的时候 刚才带的下路线就去作用了 好 看见要直接上 看 哎 哈 嗯 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 他的被动刚刚刷新 不过他阻止不了我 刷大 拿下 再把对面的兵线清掉 把我放的兵线带进去 呵呵 这直接一波了呀兄弟们 嘿嘿 看我这该死的 不处安放的魅力 还不是 还有 还有 丑 不可能 怎么可能 这么好的时机 我要偷偷地溜回来 想不到吧 接下来 给大家就学一波啊 教大家如何用 里白利用兵线进行拉扯 刚才清掉了下路的兵线 对不对 这里先不要着急出来 中路的兵线 肯定会有人过来清 先等他们把兵线清完 我们再出来 好 截住对面的兵线 然后清掉 同时我观察的小地图 发现对面的凯 正在往我的影子处赶 那我就不回去了 清掉兵线 直接跑 再来上路 把上路的兵线清掉 回来 然后悄悄地摸进草里 等机会 呵呵 好 凯来了 他去清兵了 我们不着急出来 等他把兵线清完 走掉之后 我们再出来 截掉下一波兵线 这里我怀疑 他会蹲我的影子 所以没有选择回去 在这里等他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 来了 是吧 来 跟我走 两段一技能拉开距离 然后等他一下 好的 我等完了 再见 这个时候再偷他 就问谁能拦得住我 我这 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哎呀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这么C 人还要暑假 这队友干什么吃的 我推你个负战机 他来的脸 哎呀别偷呀 开玩笑呢 先两段一技能冲上去 打出干净的复活甲 然后等他复活 拿下 然后再顺手清掉兵线 要货 东方要来了 我们勉强带他溜一圈 再趁他不备 回来清掉兵线 不要在他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别人上路还有兵线的啊 好 不用了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正事了 拿下 刚才来的路上捧见诸葛了 所以八成会有人蹲我们的影子 所以等他过来 我们CD也好了 嗯 追我 下辈子吧 嗯 等我再次复活 继续完成我的推塔大业 不要问我为什么是复活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队友 团战失利 不过优秀的人 总有他在解决办法 我一样的轻轻松松 脚本来转刻 在那间和你 走开的时间里 我变过我自己 以为的我和你 不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